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看我这口红怎么样 怎么样 公司年会 这个公司年会 辣子鸡是不是有点张扬 你换一个锤儿不腻一点的 我觉得上次那个鱼香肉丝特别好 老师知道今晚开放麦这个节目吗 去年我就知道了 我想说怎么没叫我来 看到其他嘉宾了 期待吗 看看谁在开放麦讲的精串 在我平静的心湖 投下一颗小石子 荡起阵阵涟漪 好肉麻 这不仅是一句赞美 还是一句充分迎合 现代女性心里的赞美 为什么呢 因为她一时二鸟 既夸了妈妈 又间接地羞捂了爸爸 又间接地羞捂了爸爸 混天涯 忘断了天涯 树乱砸 歌哥们都有代表作 苏醒没啥火的歌 还老爱创作 她写的歌就火不了 好 网友们说的可能是对的 网友们说的可能是对的 她说的不错 而且上了几个热搜 说什么什么月圆蓬洗澡被围观 我说这热搜有什么用 今天有四位嘉宾 我们爱个儿把她们请出来好不好 好 首先有请 变首作家演员苏首尔 脱口秀演员唐古 有请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苏醒 我的偶像歌手任贤齐 大家知道我们这期的主题是什么吗 斜杠人生 斜杠人生 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 斜杠 比如说我的资料就会这样写 云鹏 斜杠 相声演员 影视演员 歌手 歌手 通常是这样写 但是我不太满意 我就花钱 我就 可以花钱的 花钱 我就找人改了一下 改成什么呢 相声演员 逗榜样 斜杠 张艺谋的搭档 斜杠 鼓励 鼓励 这怎么多一捧本呢 这个 我跟你说 那个人啊 他一直在说 他捧得还挺好 对 他一直在捧 来 你捧一下 接下来这个 今晚开放麦的主创 谁 王耀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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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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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难过 他辞职都 都一年多了 我精心准备的词儿 今晚开放麦的主创 王耀镜 行 行 也行 也行 挺好 斜杠人生这个词 代表的不只是 你有几个名头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多一重身份 其实就多了一份选择 很多人的斜杠人生啊 是先通过主业 带动副业 两者相辅相成 但有的人就不是 他的主业呢 一直不温不火 全靠副业在带动 对不对 苏醒 蛤 什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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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没有 斜杠人生还有一种斜法 叫被动斜杠 明明自己的主业做得很好 但是大环境不好 实在是没有办法 只能不断地另起行 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主业 至今还没有找到 我这么说没事吧 庞博 没事 没事 副手啊 他的身份是变手 他坐在那儿 就让我非常的忐忑 因为我怕我哪句话说错了 他上来再跟我争论 他特别像 我小时候上学一个 叫他主任 反正挺讨厌 哎 最后一个位嘉宾呢 是小齐哥 实不相瞒 我是小齐哥的粉丝 他的非常非常多的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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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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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2000年左右的时候 小齐哥在北京的工体开演唱会 我那个时候没有钱 我也买不起票 怎么办 我就在工体的附近 骑自行车一圈一圈地转 就为了蹭小齐哥的歌 现在终于有一天 能够跟小齐哥在一个舞台上 我的荣幸 我非常的高兴 这个还蛮励志的啊 这个故事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 我能够参加小齐哥的演唱会 我们俩在台上共唱一首歌 我也希望小齐哥 能够参加我的相声演出 我们俩能够说一段 这也是我的梦想 没问题 安排 安排 有的人呢 把斜杠人生当做底气 有的人把斜杠人生当做爱好 有的人想斜 但是不敢斜 但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斜杠人生 它终究只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只要生活里充满了快乐 那就是幸福的人生 今天在座的有四位嘉宾 他们的斜杠人生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我们的快乐分享秀 现在就开始了 真一季 我们将继续冲击快乐值 大家手边都有一个红色按钮吧 如果逐利人和嘉宾的表演 让你觉得开心 就请猛拍按钮输出快乐值 随着快乐值的累积 快乐进度条被点亮 嘉宾需要对本期想要冲击的快乐值 进行预估 若最终快乐值超过预估快乐值 将开启快乐魔方 并解锁精细福利 若最终快乐值没有超过预估快乐值 当期嘉宾趋站在魔方下 接受快乐魔方的冲击惩罚 同时 每期贡献快乐值最多的嘉宾 将会成为本期的快乐麦霸 几位觉得今天的表现 能够收获多少快乐值呢 我们上一期最多是270多万 200多万啊 270多万 合着一人拍了1万多下 我们今天预估一下吧 预估一下 我们也不要设太低 这样对自己的期望太低也不好 太多咱就要受惩罚了是不是 受惩罚 就站在那个魔方下 让那个球掉下来冲击你们惩罚 怎么样咱们也得200多万吧 啊 可以吗 这200多万这个数字 我只有当年那个赔钱的时候很熟悉 我觉得222怎么样 222挺好的 第二季吧 对吧 对啊 222 大家都二起来 可以 努力一下好不好 各位 我们今天台上四位 预估快乐值是222万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第一位开马嘉宾 冲击快乐值 首先有请我的偶像 哦 小夕哥 各位请了 加油哥 加油 加油 哦 任贤奇请开麦 好 加油 尖叫声 嘿 对面的女孩一起说嗨 这里的表演是很精彩 春天的花儿是朵朵的开 可是我就能够找到爱 来到今晚开放麦 看到观众是特别的嗨 观众们为什么这么嗨 因为小月月 大家笑口开呀 笑口开 忍住我一起大声地唱 春天花会开 鸟儿子又自在 我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 我需要你 我是一只鱼 深深太平洋地 深深长期 你总是心太软 心太软 一环 我就知道你们是小月月的歌名 代表作太多了 对 都会唱 没事 今天主题是斜杠人生 此刻我的身份 就不只是个歌手 演员 导演 纪录片导演 运动员 赛车手 而且我还是一名 设色演员 说书人 这节奏要了我的亲命了 虽然现在给大伙说一段评书 人贤旗转 人贤旗来讲人贤旗那不就是 二人转 话说当年我小的时候啊 特别淘气调皮捣蛋 我爸就问我说 你这样将来能考上什么学校呢 我特别要强 我跟我爸说 要上 我就上最男的学校 我爸就满足我了 送我上了一所男校 男子学校 全是棒球 在这个男校我主修体育 我学的 就是棒球 于是我迎来我人生中第一个斜杠 运动员 男子学校有个最大的缺点 缺点 缺点女生 缺点女生 一大堆男孩 情窦初开 荷尔蒙分泌旺盛 看到女孩小鹿乱撞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表白 怎么办呢 有一次到校外去比赛 哇 来了很多女孩给我们加油打去 女孩在哪里啊 哎 哎 我看到我喜欢的女孩 我决定我要呼吸勇气 冲了上去 向她表白 我站在她面前大声地说 你 电话给我 那个女孩就羞答答地说 可以 只要你不伤害我 我钱包都可以给你 我这时候才发现 我手上还拿着球棒呢 把她给吓坏了 我想想 这个打棒球不适合追女孩 于是我就放下了球棒 拿起了吉他 开始学唱歌 从此也开启了我的第二斜杠人生 歌手 说真的 刚出道的时候挺难的 人不红 歌也不红 没啥通告 没啥工作 就跟苏醒前阵子一样 为了省钱 上通告 我总是找到 晚退 目的是 多换节目组几个盒饭吃 有一次为了等五块钱的盒饭 节目组录制得很晚 我错过了末班车 结果我打车回家 我花了八十几块 我这么算一算不划算呢 那我就再省点钱 我纯钱买了一辆破摩托车 这个摩托车破到什么程度呢 我一发动 他就告诉我了 发动过摩托车吧 踩下去 我的大距ltry 破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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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 破到b底啊 破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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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但是也通过的这辆摩托车 让我拥有了下一个斜杠身份 再骑托车 没错 我参加了01年的 在泰国举办的 亚洲杯国际越野拉力赛 我获得了冠军了 当然 得了冠军之后 就开始想要冲击 全世界最顶尖 最残酷的达克尔拉力赛 终于经过多年的准备 在2017年 我去参加了 最终 因为我的摩托车 不胜撞上了大树 而退出了比赛 满身的泥泞 没关系 虽然我没有向达克尔的冠军 发起冲击 但是我向达克尔赛道上 那棵大树 发起了冲击 我把它干断了 把它干断了 我的车头也断了 但是没有关系 只要有机会 我会在卷土重来的 看我身上的一堆土 那我下一个斜杠身份是什么呢 演员 为什么我要做演员呢 最主要 那个时候 是为了争取唱主题曲的机会 如果没有算错的话 我应该是全华语乐坛 唱OST最多的歌手 这时候应该掌声鼓励鼓励 但是当时不是很红的时候 很少有公司找我唱 那我就放出风声说 只要让我唱主题曲 我就零片酬出演 终于有个制片人来找我说 你来唱主题曲 那你来免费帮我演戏吧 我当然就欣然同意了 后来又有个导演找我说 我找你演戏 你免费唱个主题曲吧 我也OK哦 结果这个导演跟这个制片 说的是同一部戏 结果我又免费唱 我又免费演 又免费演 这包不错 但是没关系 有些时候吃亏就是占便宜 认真唱和认真演的戏和歌 都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当然开始演戏的时候 是因为歌手的形象 所以我老是演一些 好好先生的角色 看过夏日的 摸摸茶里面的摸摸茶吧 看过 看过 看过新院里面的洋葱头吧 看过 都是让大家喜欢 那一直演好人 其实也蛮闷的 后来 一直到我遇到了 杜其枫导演 杜其枫导演 第一次与我见面 他也不告诉我要干什么 也不告诉我演什么 也不给我剧本 就坐在我的面前 喝着红酒 抽着雪茄 玩着他的相机 我等了好久 我肚子都饿扁了 我饿了很久之后 我终于受不了 我就说导演 现在是怎样 你要怎样 你什么时候把剧本给我 杜其枫导演 突然一瞬间 觉得我这个状态 很适合演反派 穷凶恶极的那种 没错 我当时真的是恶极了 我饿得受不了了 后来发现 我拿到的这个角色 原来别人演反派 靠天赋 我靠的是空腹 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宣传一下 我们最近有部新的电影 临时结案 临时结案 就要上映了 有我 郭富城 林家洞 我们演了一出 黑色幽默鸡飞狗跳的电影 戏里面我的角色叫慕容辉 这个角色就是一个 好事做不好 坏事做不了 心太软的人 他总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但是这不是最辛苦的 因为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郭富城的这个汉匪的角色 有一个大爆牙的造型 他的嘴里面 老是含着一个假牙 我们不但要很辛苦地忍住笑 还要接住他喷出来的口水 我跟林家洞 跟郭富城真的是 相濡以沫了 这么细眼下来 我跟家洞都不用敷脸 因为我们已经够滋润了 而且有些时候 讲台词太激动 那个郭富城的假牙 还会脱口而出 咻的一下就飞出来 哦 我才知道 他这个可以叫做脱口秀了吧 好痛苦啊 小齐哥的节奏很好啊 很多朋友都说 我的人生经历很丰富 其实我只是年纪大了一些 但是我仍然愿意去尝试更多的身份 去迎接不同的挑战 浪迹天涯 在人间任逍逍遥 感受每一个花好月圆夜 最后回首过去 总是能够沧海一声笑 人生角色切换自如 无惧风浪 笑傲江湖 欲知后事如何 小齐哥且听 下回不分解 谢谢 真好真好 人生角色切换自如 无惧风浪 笑傲江湖 小齐哥的这个斜杠人生 非常地了不起 有非常多的角色 刚才什么赛车手 歌手 演员 您最喜欢的是哪个身份 除了歌手之外 演员 因为我可以去经历不同的人生 像我之前演那个汉匪 谁会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拿着枪在那个街上乱抢劫啊 所以生死一瞬间的感觉 有些时候 会让我有很多的感悟 然后会珍惜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幸福 还有安定 所以演戏有些时候会 丰富你的人生 对 那您自己数过 你有多少斜杠人生吗 我没有数过 我干了很多奇怪的疯狂的事情 我这有 任香遥转 天呐 这都是什么呀 写的什么呀 写的什么呀 我慢慢来啊 歌手 歌手 出道34年几百首歌 赛车手 对 导演 导过 导过 节目主持人 有 我当时因为就像苏醒那时候 音乐的路上我们走的不是很顺遂 人家很顺遂 不是 还没解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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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之前 不是人家之前也很顺遂 对不起 对不起 哈哈哈哈 我也会去涉猎 歌手以外的表演工作 啊 我当时是做动物节目跟儿童节目的主持人 最难搞的两个对象我都遇到了 做词人 啊对我有写歌 嗯 做曲人 嗯 口琴 口琴是因为呃演唱会的需要我有去练习 哦 然后甚至为了特别用鼻子吹有双音嘛 我那时候 歌手不红的时候唱节目 没记住 你又看我一眼 不是 他真的又看我一眼 不是 不是 我是跟你分享我们的感受 不是 因为那时候不红的歌手 又看你啊 你不红的歌手 哈哈哈哈 因为我知道苏醒的辛苦 所以我跟他 我也经历过这个过程 我们那时候不红的时候 歌唱节目是没有份的 我只能在上一些玩游戏的节目 去表演 然后一定要特别 我吹口琴也没什么特别 他们说那你练我鼻子吹 我就真的练鼻子吹 然后我吹了 我鼻子都磨得都很痛哦 然后我还记得我放在那 那我的好朋友九孔 一进来就说 哎呦口琴他就拿起来吹 我也不敢告诉他 所以那个时候 我会练很多奇奇怪怪的才艺 我们上节目的时候 大家聊到了 我们哎 我们可以表现 我们就争取多一份 被大家看到的机会 你多不压身 哎呦 乐队吉他手 当时是我们组团乐队的时候 我被分到弹吉他 然后有一次我们第一次表演 我记得 大家都很紧张 又看了苏星亿 反正哥 您看我的时候就是不红 事业不顺嘴 表演得很紧张是吧 就没有一点点 稍微好的故事 又分享一下嘛 因为第一次上台很紧张 然后怎么办怎么办 我怕我弹错 然后每个人都说 那我们把音量关小一点 哦 好 好 就大家都关小了 一开场只有鼓手 有声音 大家都没信心 后来想说管他的 反正大家都来了 我们就豁出去 然后我们那时候长头发 就一直瞎在那边甩啊什么的 至于唱完 吃头也晕了这样的 帅的 帅的 我建议你们三个要不先回去 因为我这儿还有很多 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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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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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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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齐哥 今天到了我们这个 真假麦的环节 哎 是啊 这么快啊 好 来吧 好 请看第一题 这是一道图片题 请看大屏幕 小齐哥搭档过很多女演员 哦 比如张博之 舒淇 黎姿 袁永怡 杨钦华等等 谁是你心目当中的最美 喂 宿命题啊 真真假假 这问题太狠了吧 不说谁都得罪一堆人啊 前三也行 小齐哥 我个人觉得啊 他们对我来一样 就像美丽的花朵一样 各种花都有各种的美 其实说不出来 所以在我心中 他们是一样的 但如果要挑一个最特别的 谁 谁呢 那 选舒晓 因为他就住我家隔壁 他还敲我家隔壁 待会我就跑不掉了 哦 好好 最特别的 舒淇因为住得近 是吧 这个答案 去年小齐哥为古装电视剧 《一念观山》 唱了同名的主题曲 但是网上有看剧的小民们 问道 这位是什么人 声音挺好听 但凭什么让他唱主题曲 对于年轻人都不认识你 这件事您怎么看 说真的 大家大概是从 心太软认识我 心太软算一算 今年也27岁了呀 所以有很多年轻人 不认识我是应该的 而且有很多后进的音乐人 翻唱过我的歌 大家后来知道我才去原唱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2024最资深的新人 从此就出现在大家面前了 有很多我的经典作品 对年轻人来说 他们把它当成新歌来听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好 这格局 好 谢谢小齐哥 但是您还不能回来 还不能回来 对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 升级了一下 接下来这个环节叫冒险麦 小齐哥 请看一看 网友希望你完成的挑战是什么 想看小齐哥和小月搭档 说一段传统相声 这是跟我一起来的梦想 想看小齐哥发脾气 能跟副首尔斗个嘴吗 我怎么可以跟女生吵架呢 我们来看第三个 听说小齐哥是5G少年 想看他唱跳河沫桑 好难啊 好难 我一定要试一个 我真的很想试的 我想跟你说一个传统的相声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我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我叫岳云鹏 我是来自今晚开放麦的任选企 大家能看得出来 我们俩今天的服装不一样 我们俩的身高也不一样 我们俩的嗓音也不一样 我们俩人的姓氏也不一样 就充分说明 我们俩是第一次说相声 我们唯一相像的是性别 也不一定 小齐哥 我知道您是一个身份很多的演员 也是一个歌手 您的脑子怎么样 还行 目前还在运作当中 您今年多的岁数 我可以问吗 我几岁啊 忘记了 十岁 还不到一甲子的光阴 不到一甲子的光阴 是 就说明比我岁数要略长几岁 可以这么说吧 大概是您的三分之五吧 还真的是 就是比你大 就是比你大 对的对的 比你多了一点 我逗给你来 这是我第一次用到刚才这个表情 没关系啊 您脑子还可以是吧 还行 我出一道题考一考您怎么样 请说放马过来 放马过来 好 马您知道吗 刚才您提到了放马过来 我数马 您数马 是 太好了 接下来这个名语跟马有关系 呦跟马有关系 马 断了三条腿 呦 猜一个人名 剩一条腿 剩一条腿 谁 马一粒 那不就是马一粒了吗 哎 还不错啊 脑子可以 最近吃药了是吧 对我刚吃了 吃了点药 还不错还不错 还行 药效还没过 好好好 但他废话还挺多你看 马 嗯 四条腿我全打折了 这么难 他依然能够站起来 马 腿全没了 马力 哎 这么简单的问题 那不是小看我了吗 马力 嗯 不对 啊 没腿了还能站起来 那是 超级马力 这也没错 没错吧 超级马力 哎 哎 接下来啊 马 马 没腿了 没腿了 死了 什么 死了 后来他又活过来了 插一个人面 呦 没了又活过来了 是谁啊 是谁啊 苏醒 是吗 是 没错 没错 打不死的书去 马想亲嘴 猜一个人名 马 马 马想亲嘴 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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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 马 马 斯 船 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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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角色 切换自如 无拒风浪 笑傲江湖 那我们接下来有请苏醒 接下来有请苏醒 请开麦 开心 来到东方卫视就感觉回家了一样 我常说全国那么多卫视 东方卫视是我心中最好的卫视 有这一句 那你看看 到哪个台不得说哪个话吗 是吧 大家好 我是Alan苏醒 很开心来到我们的 sorry 我们的歌啊 大家好 我是Alan苏醒 很开心来到今晚开放麦 好 谢谢 这个之前导演组就联系我们那个在就业男团的六个人 希望一起上节目 印象当中是他们来过 我不在 我来过后来就是他们也有人没来 那次月月也一直在 问哥几个是不是不喜欢苏醒 为什么不喜欢苏醒 你看今天我来了 没来坐实了 确实是兄弟不太合 但没关系 之前问的时候呢 导演说希望你们可以人齐来一次 然后我那五个兄弟特别勾一次 就问导演组苏醒来不来 导演组说苏醒一定会来 他们知道我来 他们都没来 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斜杠人生 那你看这不巧了吗 正好啊 我最近想开辟一个新的斜杠身份 就是做一个脱口秀俱乐部的主理人 感受到这边的一些敌意 少留点紧张 但是我其实你看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嘛 对吧 讲话这件事情上 下面在座的几位 那都是我学习的对象跟榜样 都很厉害 所以呢我缺少经验 于是呢主打一个谦卑的心态 今天来想跟岳云鹏老师学习学习 我可以啊 当我学习完之后 我发现我应该教教他 谢谢各位 我是Alan苏醒 今晚开放麦到此结束 下面请欣赏由我主理的今晚Alan Show 有请主理人苏醒 自己自己Q自己 看看这背景 看看这舞美 看看这灯光 看看这观众 这是为我准备的吗 这不就是主理人的沙发吗 他有的我也有 这一屁股坐下去 感觉在东方卫视找到根了 不好意思啊 岳哥 哎呀 好开心啊 欢迎各位来到今晚Alan Show 与你分享就很快乐 这不你的词吗 OK Anyway呢 很遗憾 我那几个兄弟今天都有事情来不了 因为楚生说呢 要跟朋友聚会 然后岳云说呢 有个哥们找他吃饭 后来证实了 是楚生找他吃饭 他们今天五个人聚会 没有带我 那句话说 三人行 必有我师 六人行 必不带苏醒 习惯了 习惯了 没嘉宾没关系 我们这个节目呢 主打一个内容为王 对吧 不像什么开放麦 我这个节目想吐槽很久了 虽然只来了两次 你搞那些形式主义 左边说段子 右边聊天 中间在做真假麦 还得走两步 走两步 走两步 你不请曹职真的 七步之内跟你说点东西出来啊 我们这个节目呢 主打一个高效 高效的输出 非常好的正面的情绪价值 所以我们不会 在这个形式上 做太多的噱头 但是呢 我如果做主理人 我的嘉宾第一期 必须请到小七哥 掌声在哪里 太多的代表座了 真棒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随便开个头 只要有上半句 就有下半句 全场大合唱 是我出道作为歌手 17年的梦想 至今没实现 唯一比小七哥 还厉害的在我心中 就是吴白老师 唱都不用唱 虽然说我没有太多 红的作品 但是 作为一个歌手 我是有一个底线的 就是坚持原创 从来不去 魔改别人的歌 有机会我得去问一问 蒋大为老师 好好的五环之歌 为什么要改成牡丹呢 是吧 月月 毕竟现在还在人家的地盘 那得给点面子 富首尔也很优秀 因为我们之前是有共同朋友应该 包括我也看过他的一些节目 观感不是很 不是 那个就是 对他还是非常的欣赏 活出自我 非常自信 而且很独立 很有能力 我觉得是成功女性的代表 这边应该有掌声的 好吗 谢谢 她不仅是成功的女性 她也是一个很优秀的 一个斜杠人生的代表 我也诚挚地邀请您 上到我的这个Alan Show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 唯一的关系就是 上网如果同时搜索我俩的词条 大概能搜出来 富首尔宿罪 第二天苏醒 不过没关系 今天开始我们就算认识了 好吧 而且只要你来答应我的节目 咱俩这个名字特别合适做组合 我们的组合名就叫 富苏 或者倒过来也可以啊 舒服 什么感呢这种 下面说一下 我的好朋友也很熟悉了啊 黄伯老师 今天这个上台前 我的小助理特别贴心 苏总 电鞋电吗 一般 我跟各位分享一个心得啊 就是 差不多高的一些男艺人同台的时候 真的要电 你不电 别人电 你就很吃亏很明显 但是当我跟庞博这样的差距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用了 好吧 我就放弃鞋电这个事情了 在我心中啊 鞋杠人生的又一个杰出代表 转型非常成功 关键是阳光 帅气 有才华 有谈吐 真的 此处应有掌声 然后呢 他自己也说了 最早是一个程序员 给这个卫星写过大概三行的代码 很多 后来呢 产生了对脱口秀的浓厚的兴趣 想辞职去做脱口秀 但又害怕自己离开了原来的行业 会造成那个行业不可逆的一个伤害 思来想去之后 他拿不定主意 然后呢 就去问了他的领导 领导跟他说 庞博呀 如果这个行业没有了你 就像鱼儿离开了自行车 大树离开了人自托 灯泡离开了办公桌 塑料袋离开了鸳鸯火锅 等于完全没有什么的影响 原来我如人自托 对 有时候人要主打一个自我认知嘛 要自信 但又不可以太过自信 斜杠其实对于我来说啊 就是把爱好当成工作 那么这几年呢 我是一直不停的接活 说到接活我是专业的 好吧 在这个项目上 我相信我已经领先内鱼几条街了 请看大屏幕 这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我 我 哎 永哥生 左边 左边 哎哎哎哎 零点敲钟啊 你看 哎哎 现在 在激动 人心的时刻 好 带着我哥们一起啊 这是刚刚过去的 今年的这个零点敲钟的时候 准确地出现在了这个 哈哈 C位的后面一排 哎 然后呢 我记得是 虎哥跟唐嫣也在说的时候 我也准确地出现在了 他们头的旁边和中间 上一次 站在了王一波的身后 上上一次 站在了肖战的身份 无所谓 如各位刚刚看到的啊 那每年东方卫视的这个跨年晚会 我都会比别人多一个节目 就是在零点的时候 抢一下镜头 哎 这是靠本事的啊 那有人说 那个 Alan 苏醒 你可以抢别的节目 也可以抢镜头啊 为什么要在这个 这个跨年晚会呢 大哥 别的节目那是录播 导演会给我剪掉的 我很清楚啊 我那么讨厌你的状态 可不得给我剪掉吗 但是 东方卫视跨年晚会 是直播 只要你会站位 想剪也剪不掉 那么今天的几位嘉宾 等一下你们谁说的好笑 爆梗的时候 要当心 可能我的头会出现在你的身后 哈哈哈 那今天的几位 其实包括我啊 状态都很年轻 但实际上啊 就算是最年轻的磅礴 应该也是过了儿力之年 对吧 没错啊 人生啊 到了这个阶段 需要承担的责任呢 是更多的了 尤其是家庭的责任 那在家庭中 我的这个斜杠身份 又有所不同 我是家里的顶梁柱 也是家里的开心果 既要在事业上 工作上有所突破 又要用积累的人生经验 为家人的安稳和安全 保家护航 就像通过多年的极限测试 总结得到技术沉淀的 沃尔沃XC60一样 用97年的安全技术 累计守护家人的安全与健康 也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给更多的客户啊 金主啊 商家看到一个 可以随时为你们 打广告的Alan 也希望今年 可以有更多的广告商 来找我 我的履历当中 不介意多一个斜杠 最好代言人 谢谢 生活呢 是很残酷的 我们很难一直去 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那人生不如意的时候 难免会被迫斜杠一下 不过没关系 即使再难 不要忘记出心 就像我 这些年 可能用各种的方式 让大家关注到 但是最终也只想作为歌手 包括我的音乐 被大家关注 感谢各位 感谢收看 由今晚开放麦赞助的 今晚Alan Show 我是苏星 下期再见 苏星 苏星 在你的斜杠身份里 你最喜欢哪个 你看 这个创作歌手 中年说唱歌手 脱口秀MC 体育博主 疯狂球迷 还有要补充的身份吗 不算疯狂嘛 就是我其中一个 斜杠人生的身份是 球迷嘛 大家都知道 内娱的头号 梅西铁粉嘛 曾经为了跟他 混一张合影 假扮成那个 给他做活动的 主办方的公司的员工 然后最后就是 一个小球迷激动地 见到自己的偶像 我看梅西在微博上 回复你 有的 你当时那种心情是 怎么形容 希望他好好踢球 不要太关注 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辈子作为球迷 作为粉丝 我感觉 我的追星的这个生涯 是圆满的 加上他又夺得了 世界杯冠军 好 你们期待苏星的 真假妹吗 新年来吧 来吧 星哥 真假妹啊 好 来吧 放马过来 首先是一段 苏醒2023年的许愿视频 请看大屏幕 我的新年冤枉的很简单 就是今年出一首 可以爆获的单曲 不为别的 不为别的 就为了争口气 这是真假卖还是打脸卖啊 那苏醒 这首爆获的单曲在哪儿 在2025年东方卫视跨年晚会的现场 要给自己找一个工作 这个歌有没有我都不在乎 我先把这个活先预定了 马来西亚伏笔啊 先把工作找了是不是 对对 张远的嘉宾 王正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都是被他们唱火的歌 而你出的一百多首当中 这上面写的连一首都没火 我不敢说 你觉得究竟哪儿出了问题 希望这个时代 尽快跟上我的音乐 不是 等会儿了 没有没有 好尴尬啊 这个环节 我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你需要我再念一遍吗 张远的嘉宾 王正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都是被他们自己唱红的歌 而你出了一百多首歌 都是你自己写的 嗯那么红 你觉得 问题究竟出在了哪儿 问题就出在 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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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让你拥有一个 自己的脱口秀节目 第一期的嘉宾 是0713的兄弟 还是小七哥 肯定是小七哥 为什么呢 因为新节目嘛 第一期那个咖位的起点 我希望高一些 那五个人加起来 有小七哥咖位高吗 开玩笑 好嘞 提问结束了 接下来请苏醒 进入冒险麦环节 好 看看网友最想看到 苏醒在开放麦舞台上 完成的挑战 请看你的挑战任务 让苏醒挑战猫猫绝美 十连拍 想看苏醒手机里和0713 哪个兄弟合照最多 哦 这个 其实说实话 不只是你没有兴趣 我也没有兴趣 那我们看第三个 都知道苏醒一直借钱给各种朋友 想看苏醒现场考债 我这些年用各种的方式获取关注 但是呢最终只想作为歌手被大家记住 那么接下来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彭博请开麦 好突然 好 亲爱的朋友们 彭博请开麦 大家好 我是彭博 非常开心又来到我们东方卫视 很有缘分 我第一次上电视节目就是在我们东方台 今晚80后脱口秀 当时我还是一个程序员 因为当时大家都有一个说法嘛 说程序员怎么样 说到了35岁就容易失业 所以我就讲的很简单 我说我发展一个副业 我就来讲脱口秀 是吧 这副业还是很不错的 你看 我还是非常怀念 就当初一边上班 一边写程序 一边偷摸写段子那个状态 我觉得那是我创作效率最高的时候 你想 在老板的眼皮子底下搞笑 太刺激了吧 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 就上班的时候 你一旦干正事 就一定是拖拖拉拉的 你看你工作的时候 你就听周围 这个键盘噼里啪啦敲得特别响的 你都不用看 肯定是微信上聊八卦的 甚至 甚至你上班的时候 都不用去听那个打字的声音 你观察他们工作的状态 就是对着电脑 能面带微笑 能笑出来的 就肯定是在摸鱼是吧 因为没有人能对着工作内容笑出来是吧 你想 这个PPT 这周就要交了 现在已经是周五下午了 啊 这个心态很不一样 你想本来上班是吧 工作 咱们领工资 这理所应当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再偷偷摸摸的写段子 办公室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老本 变办公 变 变 你这个舞台真的是非常有魔力啊 证明了一件事 我们是全开麦 没有假唱是吧 说到哪 说到这个副业一定要在上班的时候干 是吧 本来心态很不一样 你本来上班领工资理所应当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再偷偷摸摸的写段子 这个办公室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躲避老板追捕的密室 工资就变成了我通关的奖励 甚至我的老板 我的同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变成了我这个普类的一环 你说咱们年轻人出来工作图啥 不就图个惊险刺激嘛 对吧 所以后来我就辞职了 我就全职来讲脱口秀 刚开始我的家人朋友都很不了解 很担心 我爸妈就天天问我说 你讲脱口秀 你这什么工作 他们有没有给你上社保啊 木然回首 我爸妈还是高瞻远瞩啊 当然啊 后来他们对这个行业越来越了解 也就知道很多东西 包括很多热点 我今天来录节目 他们还在叮嘱我说 最近这个你别的都无所谓啊 表演你就正常表演 但是你注意啊 既然叫开放麦 你一定要全开麦好不好 你不要上去一紧张 你卖拿反了还出声这个事 就非常尴尬了 你知道是吧 我觉得我家人还是很懂喜剧的 是吧 假唱确实比脱口秀好笑多了 是吧 哈哈哈 现在很多人都想过这个所谓的斜杠人生啊 也是给自己一些安全感 而今天的最后呢 我也想分享一个小故事 这是我所遇到的最符合斜杠人生 这四个字的一件事 那是去年有一次我打车 我一上车我就感觉不对劲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那个司机师傅 异常的兴奋 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都不是说车内温度合不合适 他说 我这个车有自动驾驶 你想试试吗 我当时感觉自己像什么 我感觉我像一个坐在男生自行车后座的一个女生 而我前面这个傻子 为了展示他的男子气概 他要撒把了 我当时赶紧勒好我的安全带 你知道我在后座我勒好我的安全带 我甚至把那边的安全带都拽过来插在我这边呢 我甚至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想从后边搂住师傅的腰对吧 还好那天高架上没有什么车 是安全驾驶啊 符合咱们的交通法规定 然后师傅说行现在也很安全 咱没什么事 我听会公开课 他说他听公开课我又担心了 你想听课可太容易睡着了 对吧 公开课那是什么东西 那都是我失眠 失到最后退黑素都没有用的时候才用的猛药啊 然后我发现一件事 你知道师傅在听公开课 他在听什么 他在学编程 这就是这整件事情最斜杠的时刻 都不仅斜杠 都有点斜门我感觉 你想当时是什么场景 司机在学习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再替司机开车 是吧 都说这个AI要统治人类 我一时间根本看不出来他俩谁统治谁 是吧 你想AI说你给我学 师傅说别废话你给我开 这是 我当时甚至已经脑补出了一部这个灾难的电影大片 你想AI将来是吧 统治了地球 把我们所有的科学家都给关起来囚禁了 这个司机师傅是全球现在仅剩唯一一个会编程的人 一边开车 一边写代码 一顿操作拯救了人类 对吧 然后转身离去 深藏功与名 当然最后大家还是找到了这位英雄 为什么呢 因为他遗忘在现场一副白手套 最后找到了司机师傅 为了报答他 司机师傅微微一笑 说不用不用不用 您记得给一个五星好评就可以了 这个很奇妙 一般的脱口秀 一般的故事都会有结局 但是这个故事一直没有结局 因为我再也没有遇到过这位师傅 今天趁着这个舞台 我在这儿衷心地祝愿这位师傅能学有所成 同时也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好不好 毕竟人类的未来可能就在他身上了 谢谢大家 很厉害 很厉害 太热情了 太热情 帮帮帮帮 庞博是我们人类高质量的这个男性的代表 男性为什么卡了一下 我在犹豫自己说的到底对不对 看着人家的这个斜杠身份 上海交大毕业 高材生 中科院的硕士 会好事 会好事 给卫星写代码的程序员 脱口秀冠军演员 和学妹英年早婚的帅哥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当时你是怎么跨行跨得这么大 首先这个结婚很难说是跨行 我第一次登台就是咱们东方台的 《青晚巴黎后》 当时大家看到的时候 我们都弄一小坛儿 然后讲一些段子 那会儿真没有想很多 我们真的是白天下了班 然后去台里录一下节目 然后晚上就坐地鞋 就回家睡觉了 也不会觉得有啥 我就是真的是比较幸运 在我还在20多岁的时候 突然脱口秀 它作为一个新兴行业 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 我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 能参与其中 我就是纯粹是幸运 真的 好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刚才黄博说 这个上班的时候 偷着干别的事 是一件很刺激的事 我深有同感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原来在淘宝 做过一个淘宝店 后来我就问我同伙 因为我很少关心这个事 我说 同伙还行 同伙像这么犯罪的那个团伙 他到底曾经干过什么呀 月月 我就问我那同伴 我说 买东西的 那个时间段 最高的是哪个时间段 他说是大家上班的时间 真是 我以为是下了班 七八点 八九点 其实不是 其实买东西时间最高峰 就是大家上班的那个时间段 庞博在你创作这么些年 你看你从20多岁到现在 今天34岁 是的 十来年的时间有了吧 你觉得你的创作最高峰 你的高光是在什么时候 我是2020年 我写第一个专场 第一次演的时候 我非常忐忑 因为没有演过 不知道它的效果 也不知道观众是不是喜爱 也是第一次见观众 我两个担心 一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下来 二 不知道观众喜不喜爱 但是演完那天观众 就是非常捧场 非常 就是大家给我鼓掌啊 包括笑啊 包括这个 后来在网上或者当面 给我的一些反馈特别开心 那一天晚上是 可以说是我这些 这么多演出以来 最难忘的之一 谢谢各位观众 是 当你演完一场 就是现场观众 给你反馈特别好的时候 回到家 回到酒店 应该会很累 倒头又睡会儿 然后洗个澡对吧 不 演完特别舒服的一种状态的时候 回到酒店是更嗨的时候 亢奋 回味那个感觉是吧 对 一直在回味 恨不得叫上师兄弟们一聊 你看我刚才哪个包包 我是怎么设计的怎么样呢 那种状态是最开心的 对 我第一场演唱会的时候 就是这个状况 然后清空宴听到天亮了 听到吃早餐了真的 我们台上所有人 每一个人的高光 都是观众给予的 来吧 兄弟 正讲歪 天降电话的环节 是吧 第一个问题 你的好朋友王建国 我的好朋友王建国 跟李雪芹真的在一起过吗 爆料 咱们后台真的对过这个问题吗 我现在有两个没有确认 一个是不知道确认 这个真的情况 二一个我不知道我确认 我能不能说真的情况 懂了懂了懂了 懂了懂了 此地无垠三百两 是的 我知道 不不不 白案我们已经有了 你不要再说了 没有没有 我知道了 我要说一句真话 你们会在这个舞台上 听到比我更靠谱的回答的 我把其中一个当事人给你们弄来 行不行 王建国或者李雪芹 当面问他 我们不 我看见过 就你看见过什么 你都说呗 我就是 我就是 怎么了 弟弟 我只是看见过两个人 非常般配而已 没有别的蛛丝马迹什么的 长得也很像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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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点想象空间更美妙 想象了想象了 哇 哇这个汗我的天哪 这是 哎呀 作为脱口秀演员 你是不是 嫉妒过徐志胜的颜值 我跟你说这很有可能 我跟你说 我们后台 就嫉妒我这个长相呢 又大有人在 哇 对吧 智胜长成那样 我觉得 只要站在台上 他已经赢了 但我觉得你会不会羡慕他 因为首先你长得很帅 我要说一句实话 说真话好不好 说真话 作为一名脱口秀演员 我确实也很嫉妒智胜的颜值 但作为一名人类 我觉得你太意思了 真体之声 没事 没事 接下来请庞博 进入冒险麦的环节 请看我的挑战任务 第一 听说庞博学过健美操 想看庞博现场跳健美操 就他了 可以没有第二 第三 我现在有一种感觉 就是您四位 然后还有您这一百多位 还有导演组那五百多人 是不是都是一会儿的 第二个 听说庞博不愿意跳健美操 但还是想看庞博跳健美操 对好 很全面 补充的很全面 第三点呢 第三点 三 听说庞博打死都不愿意跳健美操 好 想看庞博听美操的音乐 能不能忍住不跳 你选择一个 谢谢 谢谢黄博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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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வ 好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傅少尔 那今天的主题是斜杠人生 大家认识是什么吗 斜杠 杠筒啊 不是 这是我的标签 别人的标签轻轻一贴就贴上去了 我的标签举起来能砸死我 毕竟我斜不斜杠没人关心 我会开杠众所周知 这没有什么好得意的 因为如果允许成金的话 门槛最低的就是杠金 毕竟根据刻板印象 注意是刻板印象 那个狐狸金要有颜值 马屁金要有技术 连人金都需要先做个人 但是杠金只需要一张嘴巴巴塞弄 最近有那个一档节目很火 大家都看过吧 再见爱人 再见爱人 看过啊 什么节目你得说出来啊 为什么你说在家人的时候要 好真实的反馈 那参加这档节目的感受呢 就是四个字去都去了 那这个部分互联网网友就将我诊断为反驳型人格 我一听反驳型人格岂有此理 第一时间就想say no 但立刻发现不对 只要我说no 我反驳了 立刻确诊 我说yes 我承认了 也确诊 我闭嘴 哇 我默认了 还是确诊 只能说很厉害 这个定一下的一下就定了 然后就是没有全网最硬的命 得了全网最硬的病 人家都说撒娇的女人最好命嘛 撒抛的女人好想转型 我是一杠成名又一杠成金 我现在看到杠都应激反应 所以这个东西拿上来 我感觉否刺我 然后我每次进小区开车 看到那个杠升起来 我都觉得我反驳了吗 我没说话呀 其实哪有人试试反驳啊 正常人都做不到的 比如有些事情我就不反驳 比如日常生活中 朋友经常嘲笑我的衣品 吐槽我土 而且他们都是时尚博主 时尚的呀 对吧 听起来很权威 我就不反驳 因为我听过他们对彼此的评价 时尚博主觉得时尚博主也很土 说主题啊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斜杠人生 我问导演为什么我会上这一期呢 导演说因为其他的话题都要谈感情 现在你只配谈人生 那斜杠人生这四个字的意思 我用另外四个字解释一下 就是什么都干 看看我们今天三位男嘉宾 什么都干过 小齐哥又唱又演又倒 对吧 不够我还骑车 忙了三十多年了 我和你哥的时候我还是个单身 这么多年过去 你没变我也没变 我还是单身 苏醒不说了 哪哪都是你 我今天第一次见他 我感觉已经认识了一辈子了 综艺晚会各大机场 我真的没有想到开放班你也在 时间管理大师 我是说工作方面啊 确实你这么斜杠也没空忙别的 那至于我自己跟朱卫比就有些惭愧了 惭愧了 我呢也演过戏 我经常被邀请去客串 哇各大剧组抢我 演嬷嬷 那我很挑的 我不会每个戏的嬷嬷都去演 因为朝代不一样 我很怕大家以为我世世代代都是嬷嬷 你想每个朝代的嬷嬷就一张脸 最好 对吧 所以我很挑 我当艺人党期一般 我当嬷嬷党期全满 那每次进组 那这些人还要装不作样呀 说姐少吃点进组了 我说有什么必要 嬷嬷活了一把年纪 胖瘦还看不开吗 她说演嬷嬷也要瘦下来 我说好笑 能瘦下来 我为什么不去演紫薇呢 我还演过会计大姐 看过吧 房东大娘 也有年轻一点呢 花痴 导演说 傅老师 别看这些角色小 很重要 都是跟男姨女姨大喜 我一看这些角色的共同点 要么欺负女姨 要么调戏男姨 我说好凶哦 好刻薄哦 这怎么才能演好啊 导演说演你自己 我现在决定自己当编剧和导演 我要把自己写成林黛玉 谁惹我 我也不反驳 我直接气死 我年轻时还去参加过超女 这个好像大家都知道 这书行 都是最过梦的年轻人 我当时选了一首歌叫 Hey Jude 哇排队 从那个早上排到晚上 排进去了 只唱了一句 Hey Jude 评委说可以了 你英语好烂啊 你学什么的 我说英语啊 后来呢 我就做了便手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是通过我做便手认识我的 别人都问我说 哇你口才怎么练得这么好 其实我后来总结了一下 我拿这个BB King啊 不是靠口才 不是靠学识 是靠气质 一种家的气质 我往对面 就是个杠筒 我往这个对面一站 以婚变手说 哇 马上想到我老婆骂我的样子 心好虚 未婚变手说 哇 我妈要骂我了 也虚 这么一虚 我未赢谁赢呢 这就叫不战而虚人之兵 好 那2023年我的生活 悲欢离合 当然主要是离 看完节目以后 很多网友说 以前特别喜欢你 你离婚了 突然不喜欢你了 我想说好突然啊 你以前喜欢我什么呢 已婚 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斜杠 都是事业啊 大家都在讲 我们做各种不同的工作 做得都很好 那其实每个人 都拥有自己的斜杠人生 我觉得真正的斜杠人生 是生活里的各种角色和身份 那2024年呢 工作中我可能要加一些杠 刚才大家都知道 我想当导演 但生活中我捡了杠 我不再是妻子 我是母亲 是女儿 是我自己 那茫茫人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和角色 有人幸福着 有人还在通往幸福的路上 但我相信终将到达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我们难免要做选择 向前走 未来总有闪闪发光的自己在等你 我是副师傅 谢谢大家 来来来 请坐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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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首尔 你已经是在闪闪发光了 我觉得你没必要去想那么多 你最近就是还在为离这个事而忧愁吗 也没有忧愁 也就是谣言非常多 比如说大家看到一条谣言说 那个老刘供我读完了言 然后我成名之后我就忘本了 但事实上我是一个本科 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们语言类的人啊 你看黄博你 硕士 还有博士 这时候你虚荣心会阻止你辟谣 你就会选择别人到底误会你是一个 还是误会你是一个本科 其实我觉得你的口台真的非常非常好 我特别喜欢看你当变手的状态 你的幽默 你对舞台的把控 你对台上其他人的不屑一顾 我对台上人的不屑一顾 我觉得其他人都没有在你的眼里 但是当变手啊 他其实在语言里面会有 让你会形成一个习惯 就是你对面如果不站一个人 你不会说话 你一个人站在那里说的时候会紧张一些 如果你对面有一个人 比如我站在那苏醒站我对面 我立刻 你本来是你站在那里说话 你是这样这样子 但是苏醒站我对面一站我马上 单身的原因找到了 坐下吧 你们有没有那种 因为说话笨 因为说话接不上 就比如说别人怼你一句 然后当时没有说上来 回到家躺床上特别难受 我去我怎么办 有过吗 观众们急的 大家急的呢 首尔今天在 教我们两招吧 就碰到这种情况 行啊 来 相亲对象说 虽然你长得一般 但蛮适合结婚的 哇哦 这好适合首尔反驳一下 留了一个话口 我感觉因为 来 比如说我 咱俩 你叫首尔是吧 虽然你长得一般 我说不出这话来 因为我长得也一般 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 我觉得这个题还是要交给傅首尔 因为这种比较 就是辛辣的这种 需要高速脑筋转弯 然后给出一个好的回答 你看 首尔您给我们的印象 就是辛辣 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认了吧 辛辣 那你答呀 就是我觉得我就会说 虽然你蛮适合结婚的 但你长得太一般了 我就会这样说 啊 我就给他逗过来 他要说我一般 我还不能说他一般啊 我也太忍气吞声了吧 合理的 有点得体了甚至啊 很得体 很优雅了我觉得 对 来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叶继拿了奖金 同事阴阳怪气的说 呦 发了这么多钱 可不得天天请大家吃饭呢 呦 说话这么难听 岂不得天天挨打呀 对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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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会这不该会的干啥呀 我怎么会比较好啊 要跟我 我觉得我怼不过去 只要这种情况啊 换了我可能都不会回 我可能真的会请大家吃饭 但是我不会叫他 哦 而且还要让他知道 让被请吃饭的大家们 发发朋友圈 让他看到 来 首尔 真假吗 来了啊 作为一个想当导演的演员 请你评价一下你的好朋友 范甜甜 在繁花当中的表现 哦 我有什么资格做这个评价 她可是王家卫看上的女人 哎 这假脉对吧 这 这 这 我有什么资格 做这个评价 她可是王家卫看上的女人 这个真的 我根本搞不清楚哪个对哪个啊 这个是要撒谎对不 对啊 嗯 你这不挺清楚的吗 真是 有人说你的书毫无营养 根本不算文学作品 你会如何回应 想要营养得去喝汤 我觉得文学它不是一碗汤 它是一朵云 你相信它就飘在天上 你不要万里无云也不错 我觉得读书啊 其实抱着一些目的去读啊 往往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书就得多看 你喜欢就好 然后你多看了以后 你自然就积累了一些 思考的能力 或者表达的能力 如果说你今天抱着我 读这本书 我必须要学点什么 你往往会失望 跟交朋友差不多 你觉得你在圈里的净品是谁 我觉得在座各位不都是吗 你比我苏醒 又唱又跳又蹦 现在来说 而且婚姻还那么幸福 好 接下来冒险麦环节 我们看看网友 最想看到傅首尔 在开放麦的舞台上 都能完成哪些挑战 一 想看傅首尔对着月云鹏撒娇 二 想看傅首尔现场连线 我的老板 让老板给我升职加薪 哦 这观众福利是吧 三 想看傅首尔自己和自己辩论 自己和自己辩论 自己和自己辩论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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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精彩 向前走 未来总有闪闪发光的自己在等你 小夕哥 是 还记得我们刚开始预估的快乐值吗 对 我刚刚预估多少 222 222 那您觉得我们今天 到达这个快乐值的吗 我看到大家手抽动的状况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22 222 没问题 傅首尔很有信心 然后把我推向了这个的正下方 因为我想说掉下来 这样 如果一会儿我们超过了222 我们就欣赏这个魔方 给我们带来的快感 是这个球掉下来是吧 对 不是这个魔方掉下来的 不是 如果我们没有到这个快乐值 我们一步往前走 让这个球砸到自己身上 好 没问题 好吗 好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快乐值 到底是多少呢 大屏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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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每个人的状态都非常好 怎么会 我明白了 人少 人少 不是 太投入了 大家都在笑 忘了拍了 忘拍了 没事 现在就不用拍了 辛苦了 一晚上了 对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已经截止到刚才了 事已至此 很遗憾 我们没有达到各位的 预估快乐值 请各位向前一步 接受快乐魔方的小审划 那待会儿跟我们一起倒数好吗 好 5 1 3 2 1 这么多 这么多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 谢谢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 今晚的快乐麦霸到底是谁 来快乐麦霸 小夕哥 他给我们贡献的快乐值是70万5684 谢谢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晚看完 麦霸系的全部内容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俩不存在谁之亏 是互相的选择 与其被流言伤害 不如把握 当下的精彩 你们准备投多少钱呢 张九龄就说7万 郭富城就说碰 无论相差多少岁多少年 但我始终相信 爱情是无形的 也是无价的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感谢综艺 新浪综艺 感谢联合推广伙伴 新浪新闻 界面新闻 网易新闻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